会不会被抓呀 会不会华勇再一次被扔到监狱里 那个这个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抓就抓嘛 因为老董也没因为自己错嘛 但是之后那个 就是他为女儿 因为他现在都没收到一个拘留证 什么逮捕证什么都没用 他女儿失踪状态了 但是上海警方去跑他老家 就给他做笔录 你连一个这个都不给 你那个 你那个叫什么呀 对不对 谁呀 你是谁 你是谁呀 哎呀汪大呀 上哪去 我不是露你脸 干啥呀汪大 要我抓我们呢 我出来干什么呀 你们现在诸州警察是不是来了 你别问我 我也不会给你告诉你 诸州警察你要抓 你这是要把我卖到底的意思是吧 我不卖你 我没露你脸 但是我 但是你让我出去要抓那个 董 董 董先生吗 是啊 为什么要抓他呀 啊 不是你卖助调查 你不能抓人呐 不是汪大 我和 我和朱先生有啥错误啊 我这我为什么要关呢 我现在这个是唯一保护我们俩的一个武器啊 汪大啊 汪大 当年2014年你抓的我对不对 我 我当然懂了汪大 我要演什么戏啊 我现在是不是用这个 让全世界人民看着这个保护我自己 我告诉你达赖喇嘛搞不好 汪大你也是藏助人 达赖喇嘛也看着这个这场戏呢 你又把我卖 不是卖啊 但是你现在接到应务要抓 抓我们俩啊 你带我 带带我 我犯什么错误了 调查啥 你们要调查什么 我知道啥 我调查什么 华永在自己家里 你要调查我什么 我所有东西都在网上 天天直播呢 不是 但是你汪大 你现在就是诸州警察过来 他凭什么要 过来了 给那个董先生打电话了 你说你一会儿我要不开门 他 不是 我要 但是我 但是我 但是汪大我告诉你 那个 我没露你脸嘛 我 我对你是有面 2014年 你们 你配合 北京警察抓我 给我关一个月 我没露你脸 还怎么着 汪大 这回是不是 还是要那个 那个 还要关我呀 走什么过场啊 你也知道了 走什么过场啊 不开是吧 不是 不开 你 你们 你有什么 你有那个传讯证吗 我害怕呀 汪大 你抓住我 我 我被关在乡里了 他一个月 混日涨满 借窗 我怕不怕 我怕不怕呀 啊 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老董来 老董来那个 来投奔我 那个窗帘都打开了 不是你们要干啥 你不是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 搜查证吗 老董 你要干嘛 你去 你有 你有那个 你现在要进 那个 你要搜查证吗 你有搜查证吗 你要搜查证吗 对啊 因为以来 那儿 それは 我 我 这儿 res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